現在簡單介紹一下VBPC 其實虛擬私募運度,玩到雲端都是說這件事 其實問題是,你放東西上雲端,人們經常問 喂解,這樣就扔上網絡了 其實不是Exactly,這個人是對的 是在街上,不過Network是Under your control 因為基本上在內間選了一分你的Network之後 那你就全控制所有Admin,例如IP、紙網、任這件 可以令它基本上只是在內部,無法出門街也可以 或者只是駁去你的公司也可以 即是任你設定 通常我們都會說,我們全能管理所有Network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organization 上分享你的PC 或者你多做幾個都可以 可以Expand,IP Address 可以後來補充 可以有防火牆,有權限管理,可以IAM 可以駁去你的公司 上一次說過,其實很多不方法駁去VPC 即是VPN,Partner Connect,這些東西 Dedicate Connect,這些東西 好啦,其實Google的Network是很方便和很見的 因為其實它的概念是簡單的,世界性 全部都是說世界 你選擇一個VPC,基本上可以包住你多過一個Region 你看到其實可以有兩個Region 其實如果你記得Region裡面有Zone 其實它的間指網也是很有趣的 它又可以讓你選擇一個subnet,其實可以包住兩三個Zone 包幾多個都可以,所以它的彈性很高的 即是你選擇Network的Frecipity,就變了很多東西可以設定 其實你可以自己訂一個WOW 即是可以證用Private Network,就變成Private Subnet 其實它就不會經營,即是一定要繞那個Poxy出街 類似的,或者又入沒出,又出沒入,任你弄 其實這個是Global Resources 選IP,任你自己設定,你想怎樣就怎樣 但其實是Global RAN的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之前提及過,你的Network是誰可以改的 可以IAM管理,究竟是誰可以改的 防火牆的設定,哪條連線可以出的 Port,IP,全部任你弄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接駁自己公司 之前提及過,你可以靠這些Internet Connect 接駁到Hybrid Account 還有些什麼feature呢? 有說好笑的 第一樣,其實你會選擇這麼多的Network 選擇這麼多的Network,會很麻煩 其實問題就是,選擇得仔細一點 你的東西就方便管理 即是分多幾個Fourder 但問題就是,當你要Communicate的時候 你要怎樣Communicate呢? 通常,如果你在Cloud裡面 和Cloud和Cloud之間 本身兩個Virtual Private Cloud 是無法談判的 如果你就這樣談判,你要用 這個Port Big Internet Address 其實它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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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 即是有機會上網 或者這樣說,它不會走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其實如果你明知道 你是在Google Cloud裡自己communicate 你當然可以用Internal IP Address 即是上不了IP Address 那就要確定它走到Google裡面的Network 就這樣走不走出街 那你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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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即是Software,防火牌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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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這個功能,其實很多都會不斷地說一下 我們很多時候就問 其實如果你在Cloud 上 即是經常說那些Network Security 傳統那些已經沒有了 因為那些人說是Wildshark 卡位,根本卡不到 其實那些是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是模擬出來的,其實是沒有那樣東西 有些東西你會用,有些東西是不用的 但問題是如果我真的想做一個Network Inspection 即是我想做Package Level的Inspection 因為有時候Security就是Package Level 很想看一部VM,就想Package Level 其實很有趣,是Software 所以它需要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它可以說,經過這個VM所有的Traffic 你給我做一個鏡,Mule Mule過去,可以選擇 當時可以選擇有些東西,有些不要 你可以選擇的 那你下了Policy之後選擇 或者收了 那其實你又有一個人 總之你寫一個Package進來 它就進一進去 走開又兜兜它 其實進來又兜兜它 變成它就可以在這裡做一些Inspaction 這些很特別一點的Network Architecture 因為如果你真的Physical Server 你是沒有這件事 因為其實Physical Server 你想想一個IP address 其實一個收,沒理由兩個一起收 但是這些其實因為它Virtual Virtual其實很多有趣的東西 發現很多雲端上有的東西 外面必有 當然SDN,我不知道也叫有 但如果不是我就沒有 那好啦,簡單介紹了少少少VPC Virtual Private Cloud 但是當然不齊 因為功能是多很多的 好,謝謝你 謝謝你